大家好 从本节课程开始呢 我们将正式的进入我们企业网站后台管理系统的制作和学习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我们本节课程所要学习的内容 以及所要用到的知识点 本节课程首先要来制作一个登录页面 也就是我们整个系统的登录页面 这里呢是整个登录页面的效果图 那么有了这个登录页面以后 就可以很方便我们的管理人员通过输入管理员账号和密码以及验证码 然后登录到我们的系统当中 那么本节课程呢就来制作这样的一个登录页面 本节课程所要用到的一些知识点 第一个是咱们的DAV加CSS布局 我们说DAV加CSS布局是我们每个全多技术人员所要必须掌握的一个知识点 同时呢在DAV加CSS布局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 那就是核子模型 那么什么是核子模型呢 这里呢是一个核子模型的示意图 从这个示意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核子模型当中 它的中间部分是我们的内容区域 也就是这个content的部分 内容区域通常是用来 呈放我们的一些像文字啊 图片 视频等等的一些内容 那么内容区域和我们的核子之间呢 它会有一个间距 通常我们称为内边距 核子的本身它会有一个边框 也就是我们这里的蓝色的部分 而核子的外面 通常是核子和核子之间 它也会有一个间距 我们通常称为外边距 有了这个核子模型以后 那么我们在书写代码的时候呢 就一定要时时刻刻想到这样的一个核子模型 这样方便大家 对整个前端代码的一个结构呢 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 第二点 那是我们的这个放表单 我们说我们这些课程要来做一个登录页面 那么会涉及到我们提交 网络员的账号密码等等的一些内容 那么这里呢我们就会用到放表单 那么在放表单里呢 它会有一些很多的一些 像输入框 文本框 下了框 在的一些内容 或者呢在输入框里面呢 它会也会有根据它的不同的类型呢 展现出一些不同的一些效果 比如说像这里的text文本框 还有我们的password的密码框 还有像提交 重置 按钮等等的一些 放表单 那么这里呢我们通常会用到像这个text和password 还有submit 重置 按钮等等的这些会用的比较多一些 那么第三个呢是我们的position定位 position定位呢它通常有四个值 后面有aesthetic fixed 还有我们的相对定位和绝对定位 这四种定位的一些 一些概念呢我在这里呢就会给大家一一做讲解 那么我们在后面的实际运用当中呢会给大家一一的讲解到 还有一个地方是我们的这个css样式的重置 这里呢需要大家去了解一下 什么是css样式的重置呢 就是通常我们的html标签在不同的浏览器里呢 它都会有一个不同的默认样式 那么为了让各个浏览器呢 对相同的html标签有一个大致一样的渲染效果 那么我们这里呢通常会用到css样式的重置 其实它的原理很简单 就是通过我们现在有对css样式的重置呢 来覆盖它原有的一些不同浏览器 对不同html标签的一些默认样式的设置 像我们通常会通过一个信号 来将它的外边去和内边去设为0 这次呢应该是我们建的非常多的 但是我们在实际运用当中 用的不是特别多 因为我们通过信号这样的通费服务 不利于我们整个页面的一个页面性能 那么在实际开发当中呢 我们会根据我们所使用到的一些标签 来对它的一个样式的重置 那么好 有了这样的一些基础支持的认识呢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开始来编写代码 这个目录里面呢 以后我们的课程就会在这里面 来编写代码和存放代码 我们每节课程呢会新建一个目录 像咱们这些课程呢 我们在这里呢会新建像是SS 这样的一个目录用于存放我们的样式文件 IMG目录呢用于存放图片文件 GS目录呢用于存放我们的脚本文件 这样呢有序的一个 代码的规整呢 这个文件的规整 那么就变我们的后期的开发和维护 好我们在编辑器中打开 这里呢我们新建了一个login.html的文件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登录页面的一个html文件 这里呢我已经我已经把基本的一个html的结构 已经给大家写好了 那包括像我们的文档的声明 然后像html标签 head标签和body标签 等等 那么我们的内容部分呢 通常会是在这个body区域来书写 下面呢我们根据这个效果图 来一步一步来写在那一个登录页面 首先我们在body里面 定一个dv 然后将它的class 设置为login 然后在login里面再定一个dv 然后将它的class定义为login.man login代表我们的整个的一个登录框 那么login.man代表我们登录框的一个具体的内容部分 同时呢它这里呢会有一个标题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 给它写上一个hr标签 写上我们咱们的文字 登录管理系统 接下来呢也就是我们整个放表单的一个运用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就定义一个放表单 然后呢这一部分呢咱们暂时不需要 Action呢因为咱们的这个放表单的提交到后台的一个后台处理 页面的一个地址 所以呢这里呢我们暂时没有这个后端的处理代码 所以说我们这里呢将它是为空 Method呢是设置我们的一个提交的方式 这种有get和post 那么这里呢我们就默认让它为get吧 然后 因为它是一行一行的展现 所以说我们这里呢给它通过 游戏列表 来书写这样的一个结构 我们在列表签中首先定义一个spin 定义我们前段的这一部分标题的这一部分 像这里的管理员账号 然后呢是一个输入框 这里呢我们给unput然后将它的type设为文本框 name呢就设为username value呢咱们这里呢暂时给它设为空 然后我们给它复制几个 第二号呢是咱们的管理员密码 那么注意的是这里的type呢 我们要给它改为password 因为是密码书框 name呢我们也给它改为password 第三号呢是登录验证 根据验证码 根据验证码 我们给它起一个名字叫做 glorify img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是一个验证码的图片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给它设置一个 dmv 将它的plus设置为 glorify img 这里呢我们因为了便于区分的给它就叫做 glorify 然后同时呢这里呢可以给它拿一个图片文件 img src呢在我们的img下的 这里呢我已经把图片给准备好了 叫做这个名字 alton呢咱们暂时不需要 然后呢是一个登录的按钮 这里呢我们复制一份 然后将 input type呢给它设置为按钮 button 这里呢我们要给它加上万里的值 值呢就是我们的登录按钮上的无字 比如这里的登录 好我们来预览一下 那么整个的一个布局呢咱们就给它写好了 框架给写好了 那么这里呢有一个错误 那么我们编证过来是当前摸录下的 现在这里就咱们就不需要这个 给它加上文件名 好现在呢基本的一个框架咱们就给写好了 那么然后呢我们来给它书写样式 打开我们的css文件 在这个css文件当中我已经写好了一部分 第一行是设置它的编码 这里呢我们给它设置为utf-8 下面呢是就是咱们的一个css样式的重置 那么这一部分呢可以根据我们整个项目的需求 来进行定制 通常呢如果说我们在后边 会用到其他的一些标签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里添加 在下面呢会是一些公共的样式 通常我们会将一些经常使用到的一些 样式呢给它写在公共样式里面 这样呢就方便我们以后来引用这样的一个样式 那么我们的主要的一个登录界面的样式呢 就在这里面来写 首先是我们的login 我们将它的宽度设置为500像素 高度呢 高度呢设置为340像素 将它的对解颜色 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这个颜色 然后呢将它的 possession设置为绝对地位 或者是root 将它的top 设置为50% 这里呢我们主要是想让整个登录框 位于整个登录页面的中间部分 所以说我们需要通过定位来实现 将它的 距离顶部50% 距离左部呢50% 就是它本身会有一个宽度和高度 所以说 为了让它的中心点位于整个页面的中间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 需要给它设置一个 外边距离 将它的 顶部呢 设置为整个高度的一半 负q的一半 也就是负了170像素 右边是你下面呢 也是你左边呢 是整个 负着整个宽度的一半 也就是250像素 那么好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呢 我们需要给它引入 咱们的这个样式文件 好 这样呢我们来刷新一下 那么这样呢它就会 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同时呢这个灯换位于整个页面的中间部分 那么我们接着来添加样式 接着是咱们的 那边 我们给它设置一个 类边距 padding 给它20像素 同时呢 同时呢 给它的 字体颜色设置为 白色 我们看一下 这里呢 这里呢 它的H2太大了 所以我们给它设置一个H4吧 H4差不多 然后呢我们给 下面的 我们可以 下面的 立标签 让它有一个上边距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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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l 这里呢我们也要改一下 然后 然后是我们的 spam标签 spam标签呢由于它是个行内元素 所以说我们要给它设置宽度 要将它转为in-line block in-line block的意思就是 它既具备行内元素的一些属性 同时呢也具备一些会计元素的属性 比如说我们可以给它设置宽度 比它125像素 高度呢设置30像素 同时呢将它的 尸体呢具佑 并且呢将它的尸体大小 设为14像素 好接下来是咱们的这个 输入框 原生音 foot 这里呢我们可以通过 这样的选择器来选择我们需要的选择器 比如说我们可以给它写text 这样的选择器来选择器 和我们的password 那么我们将它的宽度设置为250像素 高度呢设为30像素 给它设置一个内边距 上下为0左右为5像素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效果 这里呢应该是margin top 好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这个 验子的验子码的这个图片 inify image也就是咱们的这一块 它下面有这个DNV 我们将它的左边去呢 设置为130像素 同时呢给它添加一个背景颜色 背景颜色跟这个图片的颜色一致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给它 和这个输入框进行对齐 看起来呢 会比较好看一点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给它加个 xplot 那我们在这里呢需要给它设置一望 宽度 60像素 162个像素 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登录框 登录的按钮 type呢是咱们的button 然后将它的宽度呢 设为80像素 高度呢设置为30像素 并且将它的border设为nao 就是让它有边框 同时呢将它的背景颜色呢 设置为这个值 然后我们来预觅颜色呢 将它的conor设置为白色 将它的背景大小呢 设置为14像素 并且并且呢将它的左边距 并且呢将它的左边距 设置为130像素 我们可以将它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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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个 这可能是大一点 是不是15像素 咱们的这个登录页面的效果呢 就基本上实现了 那么本节课程呢就在这里 再见